由律师鲍威尔领导的律师小组 在亚利桑那州代理控告州长及州务卿的大选相关诉讼 于周三遭到地方法院法官以缺乏资格和提起案件太晚等理由 将此案驳回 对此该诉讼的联合律师克洛丁当晚向大纪元记者表示 他们计划将案件快速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 他还提到这个上诉案件不会进入巡回法庭 而是会直接提交至联邦一级的美国最高法院 因为最高法院有一项关于请求紧急转移的规定 12月2日鲍威尔与克洛丁代表亚利桑那州多位议员 与共和党主席沃德等人 将亚利桑那州长杜西和州务卿霍布斯告上法庭 指控该州有高达41万非法选票 以及多米尼投票机涉及大选舞弊 新唐人记者江令达 王滋意洛杉矶采访报道